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见不见到有三角形四边形五边形 香港很多建筑物的设计都很独特 所以一班著名建筑物就搞了个选美大会 要选出一个最漂亮的建筑物 不如我们现在一起找一下 建筑物身上的平面图形吧 各位大家好 我是今次选美会的司儀中環广场 我们今次建筑物选美大会 是要选出最美丽的建筑物 事不宜迟 不如我们请一班参选者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仪和大厦 我有五十二层高的 我以前叫康洛大厦 在1972年起好 是当时香港以至亚洲最高的建筑物 我仪和大厦是一座方柱形的商业大厦 顶层是金字塔形状没有尖顶部分 我最有名的就是身上的圆窗设计了 我全身一共有1748个圆窗的 大家看看我身上的四边形 圆形 长方形 是不是很简约美观呢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谢谢仪和大厦 接下来是中银大厦 大家好 我是中银大厦 在1989年落成的时候 我是香港及全亚洲最高的建筑物 我全身由四个不同高度的三角处身组成 外形设计灵感 是来自竹子的折折高星 象征力量 生机 冲撞 和锐意进取的精神 大家看看我身上的三角形 和四边形 是否很有时代感呢 多谢 多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中银大厦 接下来是汇丰总行大厦 各位好 我就是汇丰总行大厦 我在1985年起好 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总行大厦 我身上的玻璃幕墙设计 能够善用天然光 平时可以折省很多能源 我的建筑特色是内部没有任何支撑结构 所有支撑结构都建在建筑物外部 能够增加实用空间 还有大厦地面层是公众广场 大家有空可以来参观的 在广场抬头望 就可以看到很多四边形 而我外部的支撑结构 组成了很多图形 例如长方形 三角形 五边形 大家看不看得出呢 谢谢汇丰总行大厦 下一位参赛者 是来自宗教界的圣马里亚堂 香港不是只有商业大厦的 还有很多其他用途的建筑物 好像我姓马里亚堂那样 我是一座基督教教堂 在1937年已经建好的 我结合了中国和西方建筑的特色 正面外墙仿照中国宫廷的设计 正宗有个大型白色十字架 作为焦点 大门前有一条楼梯 两边还有八边形的窗口 和中国古典式的栏杆 大家有没有留意 在栏杆上面有几个同形状的六边形 还有下面这个四边形 还有下面这个四边形 你们又看不看得出门口的铁杂是一个五边形 我就去一座庄严高雅的教堂了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好,下一位是来自九龙区 历史悠久的尖沙咀钟楼 我是位于尖沙咀天星码头旁边的钟楼 说起我的历史真的一匹布那么长 我1915年起好 已经超过一百岁了 我原本是九广铁路尖沙咀火车总站的一部分 在1975年火车站搬到红后 前尖沙咀火车站大楼就是1978年拆射 现在只是剩下我火车站钟楼 成为尖沙咀甚至是香港的地标 我的身体主要是用红砖和花光岩建成 身上最抢眼的当然就是圆形的大钟 你们还可以在我身上找到三角形 和长方形 我的外观是不是充满古典味呢 希望大家可以来尖沙咀和我一起拍照 谢谢钟楼下一位是美丽楼 我是一座可以说是旧又可以说是新的建筑物 为什么 那就要讲一下我的历史了 我在1846年起好当时位于中环花园道 就是刚才曾经出过的中银大厦的位置呢 我曾经做过军官宿舍 军官俱乐部和政府办事处 但是在1982年被拆射 当时香港政府将我三千多件组件都编上毫码收藏器 到1998年就找到赤柱重建 我美丽楼游合中式和西式的建筑设计 采用了西式的圆柱以及中式的瓦顶 我最后在二千年重建完成后 成为赤柱广场组群的一部分 也是香港的著名旅游景点 大家数不数到我身上有多少个三角形 四边形 长方形 和正方形 我的建筑风格 是不是很配襯赤柱处 这里山明水秀的环境呢 谢谢 谢谢支持 下一位参赛者是美丽楼的邻居 赤柱市政大厦 大家好 我赤柱市政大厦在2006年起好 是一座设计新穎 富时代感的建筑物 建筑物设计包括了 環境保护、環境绿化、寧静空间的概念 为社区提供休闲 为社区提供休闲、宽敞 以及绿化的休闲空间 和活动设施 大家在我身上 是不是都找到很多五边形 长方形 三角形 三角形 和四边形 欢迎大家多来赤柱探我 多谢各位 多谢 多谢各位参赛者的自我介绍 我们不如给一些时间评审 选出最美丽的建筑物 真的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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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时间 最后的结果是怎样的 你又觉得怎样的 我就觉得是美丽的 大家都不错 相信我 评审已经有结果了 所有参赛者都各具特色 香港的建筑物 有古今中外不同的建筑风格 所有建筑物加起来 就成为香港独特的城市景观 所以香港最美丽的建筑物 这个称号 是属于我们每一位的 其实香港还有其他很漂亮的建筑物 大家以后一路逛街 可以一路欣赏不同建筑物的设计特色 还要找一下他们身上的平面图形 欣赏完建筑物选美会 不如再欣赏一下其他建筑物 这座就是香港中央图书馆 它在2001年启用 是全港规模最大 藏书量最多的公共图书馆 可以说是美貌与智慧并重 是一个学习的好去处 我们不如一起走进图书馆看看 儿童图书馆就在二楼 这里有很多书 看完的书 除了可以放上书架原来的位置 也可以放在这些箱里面 图书馆职员就会帮我们 把图书放回原处 这里的桌桌椅很适合小朋友用 你们看, 书桌还提醒我们要外护书籍 还有不要奔跑 图书馆里面除了有图书之外 还有很多影音光碟可以看和听 这个就是玩具图书馆了 顾名思义里面有很多玩具 是否很想进来玩呢? 小朋友可以预约游戏时段 和爸爸妈妈一起进来玩具图书馆玩 在二楼还有一个儿童当媒体资料室 小朋友可以利用资料当媒体工作站 阅读图书馆的电子资料 大家都想有一个舒适的阅读环境 所以在图书馆里面就不要电话 不要拍照或者摄录 不要大声聊天 还有不要吃东西 走了这么久 有没有留意图书馆的女女外外 经常见到这个几何图案? 它是由一个圆形 一个正方形 和一个三角形 组合而成的几何图案 有天圆地方和知识累积成塔的寓意 是什么的吗? 不, 是哪个大色才要带来 资料是太过分 hen 是不得类的 有天圆地方和天天 可以见到的 有天空做前天天 有天空粉 这是一天的 就把匪荀的 你上班的时候 你在那里面 你上班才混在一起 你上班都没看 你上班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